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与LM 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另一个影视红星的演艺生品, 它就是张英才。 张英才生于1934年9月15日, 出约2023年6月14日, 它是前粤语片的电影《红星》, 亦做过电视剧的演员, 亦是一个资深的粤语配音员。 张英才是1950年出道, 一直到2006年退休, 它入行的早期以演出电影为主, 后来亦兼拍电影和电视剧集, 和为不同的作品来配音。 张英才曾经是邵氏兄弟明星篮球队的成员, 在2023年6月14日, 他就在一间老人院病逝, 享年就是88岁。 张英才的教育程度, 就是读到中午, 他就曾经在香港华人书院, 和威灵顿英文中学读过书, 他就信奉基督教, 他的太太就是奢二婚, 亦是方宁, 他有两个小孩, 一个就是张云生, 另一个就是资料没有写, 总之有两个小孩。 好,接下来讲讲张英才年轻时的背景。 张英才1934年出生于香港, 组织是湖南省衡阳市, 他在香港出生和长大, 早年就读香港华人书院, 当时他跟另一个电影演员金雷做同学。 不业之后, 又去威灵顿英文书院读。 张英才少年时, 在九龙青年青年会剧社, 参与一些戏剧活动。 1950年16岁时, 他加入香港电影圈, 正式出道。 1953年, 张英才以新人身份, 考入了永茂电影公司。 同时被录用的新进演员, 还有袁绍辉两兄弟, 是乐公、上官昆卫、李香盈等人。 即是说他们这班人, 都是同一届入肖市的, 是同班同学。 即是同学。 及后,永茂电影公司改组。 经过电影公司, 这个电影解散后, 张英才在1956年加入了邵氏工作。 在1960年开始, 就涉足邵氏电影的粤语片组。 而且还成为邵氏粤语片组的当家小生之一。 当时, 张英才曾经跟胡锋、吕琦、 謝賢等齐名, 都是当家小生。 张英才就高大英俊, 人又敦口、朴实。 这形象相当讨好一些女客、女观众。 所以她被称为广东话版的关山。 在1964年, 她就跟林凤凭着一出街市皇后, 将两个人的演艺事业推上高峰。 其余的代表作, 包括《工厂少爷》、《大丈夫日记》等等。 后来在1966年, 张英才和一些朋友合资, 组成了万福影业。 公司自己开拍粤语片。 在1960年代, 在1960年代, 张英才被麗的影声招纳, 成为旗下的艺人。 去到1970年, 《粤语片色微》之后, 其时, 香港就引入了无线电视广播技术。 及后, 在1970年代, 转到无线电视来发展。 张英才, 先后一直在无线电视服务到2006年。 在期间, 还兼任配音工作。 由于她的演艺经验丰富, 所以她的配音也像演戏一样投入的角色。 她配音时也充满感情, 这是70年代最高水准的配音员之一。 她在2000年代起, 其实已经大幅减少她的产量。 因为无线剧集的制作也逐渐减少。 偶尔她也会参与一些自制的电影和剧集的演出。 2006年她拍完《高朋满座》, 和2007年拍完《爸爸碧艺》之后, 张英才再无出现在幕前。 而她除了演戏之外, 也擅长绘画西洋油画。 她画的作品, 曾经用在1959年《独立桥之暖》这出电影里, 用来做拍摄之用。 在2023年6月14日, 张英才在她居住的老人院里, 不幸离世。 享年是88岁。 今天和大家分享张英才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又暂时告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 张英才的演艺人生。 下集再见,拜拜。